哈喽,遇到新年了,大家新年好 那初一过后的第一个大节就是元宵节 我们有做元宵的习俗 之前呢,我做过一个芝麻馅的视频 如今呢,我有一些稍稍的改动 馅里面呢,掺了一些东西,掺了一些面粉 那听起来呢,似乎没那么实在了 但是呢,两者相比,我感觉是改良了 我觉得口感更好,更舒服 与大家分享 我们先把猪油化开 200克的猪油 150克的糖 150克的糖 糖最后放棉白糖,不用砂糖 那如果你洗糖的话呢 可以加到180克 顺着200克,与油等量 100克的芝麻给它打碎 如果你不嫌麻烦,肯花功夫的话 芝麻用擀面杖压碎 压出来的会更香 就这样用擀面杖碎 如果你做多的话 你就一拌一拌 你可以一拌用机器 一拌用手工 这样你就可以省力一拌 压成这样,你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要加的是50-60克的熟面粉 四样东西一起拌匀 搅透 拌匀后就放冰箱 放冷藏就好 让它变硬实一点 冰箱里拿出来就变得比较硬实了 我们就把它搓成一个一个小圆球 那确切讲是用捏的 大小随你心意 我这个大约在10克一个 最后呢泡一个袋袋放冷冻 那冻过后冰箱里拿出来就一颗一颗很坚硬了 我们就把它放到塑料袋里 谁用谁拿 好,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